王晋山关系最铁的开国少将,王晋山就他一命,他也就王晋山一命。 开国中将王晋山的大名无人不知,不光战功赫赫,为人更是侠甘义胆,做人做事绝对够朋友。 王晋山在部队里的朋友非常多,比如许师友、多义德、李德生、犹太宗等等,但要说关系最铁的,应该还要处少将汪运祖。 汪运祖和汪晋山有很多相似之处,他们都生于1915年,又都是湖北红南老下,参加红军也只隔了一年。 王晋山在担任红四军实施副师长时,汪运祖被调到实施担任书记,刚来师部报道时,王晋山给他填表,听成了汪运祖,汪运祖提醒他写错了,王晋山却说,错傻,我叫你汪运祖,你就是汪运祖,让汪运祖第一次见识到了王晋山的脾气。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,印象不是很好,但很快,两人就成了莫逆之交,为什么呢?看看下面整个故事吧。 1935年10月,红军第二次过草地,王晋山带队要突破大金川河,因敌军火势太猛,船被冲翻了,王晋山赶紧跳到第二条船,端着冲锋枪,继续指挥强攻。 敌冲已发现了王晋山,火力全部对准了他的船,在第三条船上的汪运祖这时已经上了岸,回头看时,王晋山的船刚刚被打落了,正在往下沉,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,汪运祖赶紧冲过去,把王晋山拉上了岸,两人前脚刚上岸,后脚船就被打成了筛子,沉了底。 事后,王晋山逢人就说是汪运祖救了我一命,对他非常尊敬,1935年12月,红军在四川营京县附近,被国民党削热的部队袭击,师长陈希莲让汪运祖带一个排阻机,在集子港的战斗中,敌军一挺机关枪射出的子弹打中了汪运祖,当场断掉三根肋骨。 汪运祖受了重伤,无法走路,王晋山立刻让人找来一副担架,不由分说,把汪运祖驾到担架上,抬着走。 当地海拔都在四千米以上,抬担架的两个战士身体受不了,勉强抬了二里的,实在是走不动了。 王晋山一看,这不行,下令,马上给我在十里挑出十二个体壮如牛的战士。 当时的红军都吃不饱饭,哪来的好身体,挑来挑去,就挑到了吹士园身上,不过,吹士园也不轻松,都背着不少做饭的假话呢,总不能争了吧。 王晋山火了,大声吼道,是人命重要,还是锅瓦瓢盆重要,能扔的都扔掉,轻装上阵。 部队行进到嘉金山的时候,汪运祖的身体好多了,王晋山就找来一匹马,上汪运祖骑。 汪运祖死活不上马,说,你的身体也不好,你都不骑,我怎么能骑呢? 王晋山没办法,只好自己骑上马,让汪运祖拉着马尾巴前进,走了一段,汪运祖实在走不动了。 王晋山笑道,这下你没话说了吧,上马,汪运祖这才上了马,换成了王晋山拉着马尾巴走。 土,晚年时的汪运祖将军,但有人很不满,说汪运使长那么大的干部,怎么能让他牵着马尾巴? 走,小小的秘书却骑在马上享福,好大的架子。 汪运祖受不了闲话,要下马,王晋山大怒,对战士们说,没看见汪运祖的三根肋骨被打断了吗? 他是革命的功臣,当然有资格骑马。 我是副师长不假,但红军官兵平等,你要断了三根肋骨,我也让你骑马。 这下,大家都没话说了,后来,汪运祖对王晋山感激地说,要不是你,我就走不出草地了。 王晋山瞪了他一眼,说,要不是你,我早就掉进河里喂鱼了。 王晋山还笑着说,当年我把你的名字写成汪运走,这下明白了吧,你就是被运走的。 两人哈哈大笑。 见过后,两人还经常联系,王晋山出事的时候,汪运祖还特地去看他,帮他照顾一家孩子。 王晋山在1978年就去世了,只活了63岁,汪运祖比他长寿得多,2015年才去世,活了整整一百周岁。 有趣味,有思维,有品味的三位历史,MASHAUA108。